走进萌串世界发现更多乐趣 Hello 这是萌串俱乐会 我是小小 最近在元南边界有村民发现了一只 身形奇怪的野生动物 它的面部长得像老鼠 耳鸳脸尖的 背面的花纹却像小豹子 经过动物学教鉴定 这种野生动物原来叫大斑林猫 所称斑香梨 臭猫 这家伙最爱吃肉食 凡是能入口的 不管是螃蟹 蜘蛛 蜗牛 或者是小鸟 鱼类 蚯蚓等等 甚至蛇也是它们的捕食目标 有时候它还会学黄鼠狼偷鸡 斑香梨主要积析在东南亚地带的热带雨林 以前在西树灌木层 或者是村在附近较为常见 如今斑香梨在中国的野外尤为罕见 在广西云南还有发现 不过数量却非常的少 专家还预计十年类这种动物会陆续灭绝 现在已经被列为云南省的珍稀保护野生动物了 发现她的身影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惊喜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留言互动 小小会每天翻看留言区回复哦